搭乘23号晚间十点班机飞往以色列 台北市长柯文哲 精神抖擞笑容满面 看到出访吸引媒体大阵仗 柯批自己也意外 柯文哲此趟出访 除了官方城市郊游拜会 首要要看无人车产业 因为在该国产业中 发展最好的就是新创产业 无人车就是一项 此外还会去看被称作是 以色列中央研究院的 魏兹曼科学研究院 这个研究院获得多座诺贝尔奖 大学教授出身的科批 特别指定 最特别的也会与 该国国会议员进行交流 事故特别要求 是与国防相关的议员 不是啊 我们很久没有用这个 什么时候冒出来的奇怪 受邀参加全球市场会议 之前的一些县市首长 后来很多都升官 一般国外他们在邀请 他们也会算那个投资报酬率 是什么意思 让他找他看 他比他有希望的来邀请 市府团队还在现场 假期烤肉架 让科幣发言 弱似总统及出访待遇 交流还晋升国防等级 让人不免再次对于2020 多有联想 巧的是出国前夕 原本赖为柯文哲全国揪朋友 最近账号改成KP2020 也被联想为将参选2020总统 尽管柯文哲表示 幕僚说那叫柯P爱你爱你 但对于是否为义勇军 拱他出来选2020 柯文哲也没否认 耐人寻味 这言信与SNN小组 唐宁报道